今天呢 原處長、阿公副處長 特別也感謝這次很辛苦的 我們來校長的團隊 各位阿公阿嬤 我看大家都很開心 大家就很高興有這個阿公阿嬤的桌子 這都要感謝我們教育部 我們不是有教育部的這個祖父母嗎 我實在是咕落寬文 不知道人家的世界 生一個國家 一定有阿公阿嬤的桌子 這個我也享受到了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老頭子的阿公是很開心的 經常透過視訊 你把我的孫子不給各位 我跟你們打招呼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 我就沒辦法五分鐘的 等一等開始 他這樣會走走 我很有成就感 因為阿公阿嬤 我這個孫子 都要找我 我送我的家庭 我的家座裡面 我們都問 太多了 這阿公多好呢 但是幾年 他如果大了 我沒有 我一個無言 不然我就跟他互動了 現在 靠電話去 都要把我援護援護 來 誰叫你這麼無言 好 好 好 那今年的宿舊回來 都要找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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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 這感覺很重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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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太太都說 善到你都很不敢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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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宿舊回來 要兩三禮拜 我有機會跟他講 我跟他這樣 阿嬤 跟主導回想 到要去 去找他的時候 他在車上 開始跟他 這樣 他說 唱 真好中醫 心目中的三個鼻鼻 都跟我說 我沒發興 我跟他講 絕對不能跟他講 這就是 做阿公阿嬤的樂趣 教育部店 這個桌 我就想起 我的事外人 我來講 一代的都總是 很多孩子 他有時候都會說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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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嘴到 可以說 為了要讓孩子 託 可以說 最辛苦的一代 現在 有時候還要革待教養 有時候 教育小孩 騙孫子 騙得很難 所以這代阿公阿嬤可以很辛苦 我們教育部 會辦這個主婦負責 就是要提醒 讓社會 改善 和政府 開始要建立 阿公阿嬤這代的 社會福利 有很多 有很多 學習要做 阿公阿嬤 在教育部 支持之下 我們民同館政府 有20個 老人的 熱靈 學習中心 是我們全國最多 我們都覺得 阿公阿嬤這代 要讓他們 學習的快樂 學習 學習 一人 抱孩子 抱孫子 有溝通的機會 而民同館政府 在做的 很多工作 我都可能 大家要享受的 就是有這家 高速公路 地下 駕駛車 我們那時候 設計就是 阿公阿嬤 帶孫子 騎駕駛車 很安全 我但是很看 很多地方 都是雙線道 這邊三米 和一廟 要讓我們的老婆 太累 或孫子 跑進 我們都在下面 所以 比較常來 忍受一下 要給我們記得一下 這座路 是可以讓他們散步的 阿公阿嬤 帶孫子來這裡 很安全 很安全 所以如果要互動關係 大家就來利用 我們屏東 單次的國道 歡迎大家 今天來到屏東 我們在地的阿公阿嬤 我們大家希望 更加享受 我們在街 來 恭喜大家 也謝謝教育部 有辦這個 祖父母節 我們來 祈福的阿嬤祖父 最知識的阿嬤 阿嬤祖父 你騙過幾個孫子 說一下 來 阿公 哇 太偉大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